心火舌尖起溃疡 胃火牙银爱出血 肝火炎氧血丝多 脾热嘴烂得唇炎 你要是爱上火 你就得知道这火是哪来的 不然这火你是灭不了的 那今天我就简单来讲讲这脏腑起火都有啥症状 先来说这个心火 这心开窍于舌 而且舌尖属心的 那心火大的人舌尖肯定很红 还容易起泡 长口腔溃疡 而且你想啊 心里油团火蹭蹭烧着 你会不会烦躁 会不会睡不着呢 所以心火大了 人还容易失眠 那这分两种情况 你要是食火 你小病颜色也会黄 喉咙也疼 所以这种可以用倒翅丸 轻食火 这要是虚火 那你除了失眠睡不着 晚上身上还一阵阵热 好不容易睡着了 梦多还总出冷汗 这种就需要用个天王补心丹 滋阴轻虚火 然后是胃火 因为这胃经是经过牙龈的 所以你要是胃火大 那你牙龈就容易肿 刷个牙还老出血 当然嘴里也会起泡 有嗓子疼的情况 但这胃里要是有把火了 你吃的东西肯定会被火给烧干净 那你是不是就饿得快呢 而且还老觉得嘴干 有骨臭味 胃里还热得晃 这种你得用牛黄轻味丸来轻轻喂火 那脾味香表里 说完胃 咱再来说说脾 脾一般不会上火 但会产生湿热 那这时候你嘴就容易烂 得唇颜 因为脾开窍于唇 然后还会肚子胀 不想吃饭 感觉嘴里发黏 随便吃点东西就消化不良 这种的就用个祸香轻味丸来清热化湿 行脾消至 最后再来讲讲肝火 这肝开窍于木 所以肝火大的人 那眼睛老肝老痒 容易肿 而且红血滋还很多 容易长结膜炎 卖力肿 同时脾气还大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随便一点小事就得发火 而且小便也黄 大便也肝拉不出来 这种就得清肝火 得用个泄清丸 所以你要是老上火 就看看这火哪来的 在对症灭火才更有效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